準備做父母 你還有什麼未準備好? 由我柳俊剛和大家探討一下 我覺得寄完婚一定要生小朋友 他說我未夠成熟 我要照顧這個巨嬰 我要照顧那個嬰兒 我會很辛苦 但有時候想起 其實跟小朋友溝通 其實是否會更好呢 先教好自己的新教 心態準備好固然重要 但嬰兒來之前有更基本的需要 你的營養基礎又準備好了嗎? 可能我比較純粹自然一點 有很多人 什麼孫性的生兒子 什麼選性的生女兒 其實我又不太相信這些 我覺得最重要是 因為始終他身體比較弱 容易生病 我覺得保持好的身體才最重要 我身體比較差 現在正在看中醫條理 我會吃多些維他命丸 還有吃多些水果 做這麼多事 營養真的夠? 超過九成成年人 沒有攝取足夠的典 而典有助嬰兒腦部發展 在諮詢醫生營養師意見之後 你可以考慮服用多種維他命 及確物質補充製 在諮詢醫生營養師意見之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